他说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布鲁斯奥里面一个 还有一个东西会用到的 是吧 实际卡本用的就是这个摩太框 摩太框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堂框 是吧 我们自己做堂框 是不是 前几次就是 之前的课 我们做的那个堂框都比较丑吧 是吧 自己随便写的是吧 他这里面的堂框还是蛮好看的 就是这个堂框 就是他里面已经写好了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创建这个堂框 创建堂框的话 那么 现在到这个堂框怎么弹出 是吧 以及这个堂框怎么 怎么把它关掉 是这样的东西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堂框怎么做 如果有这东西的话 我们自己创建堂框就比较方便了 比较方便 好 来看一下 好 堂框 那么他这个里面叫摩太框 摩太框 比如说这个是003 这个叫摩太框 摩太框 那就是堂框 摩太框 好 摩太框 好 同样的还是把资源拿过来 是吧 那么我把这个 这个头部把它烤过来 是吧 把它烤过来 好 这个头部烤过来之后 我们来创建摩太框 创建摩太框的话 先得怎么样呢 先得什么 拿个按钮 是吧 创建一个按钮吧 按钮点击 它才有摩太框 是吧 点一个按钮 然后弹出一个摩太框 是吧 好 我们来先创建按钮 创建按钮 创建按钮怎么创建呢 比如说这个 那么这就好 创建了 是吧 先拿一个什么 container吧 大家记得把你做的东西都放在container里面 否则就会变得怪怪的 那么有同学 直接创建那个表单 是吧 它就是什么 就有点怪吧 是吧 放到这个container里面就好了 好 这个DIV class 等一个roll 是吧 这是一行 一行里面 比如说我来创建一个按钮 是吧 比如说这拿一个 用一个 用一个button来创建按钮 比如说这个 button 是吧 button 这个是按钮 是吧 比如说这个是干嘛 那就是弹出模态框的 是吧 弹出模态框 是吧 弹出模态框 好 然后的话 这个按钮是什么样式呢 就是给它一个primary的样式 是吧 那么怎么写呢 就class的意思吗 先写个btn吧 然后再写btn primary 是吧 primary 这样子吧 primary 好 primary 然后的话 这个按钮我们先准备好了 是吧 接着我们来准备模态框 模态框的话是这样子的 模态框的话默认是什么呢 它是什么 它是藏起来的吧 藏起来的 你可以把模态框的代法写到最下面都可以的 是吧 它默认它不占什么 不占地方吧 是吧 你把它扔到最下面都可以 它等会要弹出来的吧 是吧 好 那么模态框的话 它什么呢 它这个结构也有点啰嗦啊 它是三层结构啊 三层结构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写 用快捷键来写吧 比如说它第一层结构是什么 拿一个什么 model 这是第一层结构 是吧 model 就是这样子 是吧 这个model啊 我们可以用快捷键来写啊 点model啊 model 然后第二层结构是什么呢 点什么呢 model model 然后什么呢 dialogue dialogue 这是第二层结构 是吧 第二个div 是吧 再包一个 包一个dialogue 这个div啊 然后在第三层结构是什么呢 然后在一个model model 然后是什么呢 content啊 content 这三层结构啊 三层结构啊 三层结构里面 我们一并把它写来吧 三层结构里面 然后又分为什么呢 分那个里面有三块 哪三块呢 就是头部 主体和底部 头部主体和底部 然后这三块的话 什么呢 它是并列的 啊 它是并列的 是吧 并列的话我们怎么写呢 比如说头部的话是model model header 是吧 然后这是第一块吧 这是头部 是吧 好 第二块的话是这个主体 主体是什么呢 加上 是吧 这是并列的吧 然后是点model model 然后是什么呢 这个body 是吧 body 这是主体啊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 点model 然后是什么呢 footer 是吧 是这三块啊 footer啊 好 这样的一个快捷键啊 好把它注意一下 好 注意一下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可以了啊 这个 这样子吧 按一个type键是吧 按个type键 是不是就出来了 是吧 这是三层结构啊 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 第三层结构里面包了三个并列的吧 并列的三块吧 是吧 这是这个什么 摩太框吧 摩太框啊 好 它包了这三层结构啊 比较啰嗦啊 好 那么这个头部的话 就是摩太框的头部 是吧 比如说这个里面是吧 就是 比如说这个头部一般 定义这个堂框的主题吧 堂框是干嘛的是吧 比如说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提示的堂框是吧 提示的堂框啊 好 然后这个主题的话里面放什么呢 放一些内容是吧 放内容 比如说来一个 来一个批标签吧 批标签啊 批标签 然后比如说这个是 堂框里面的文字内容啊 这个是文字内容 是不是这样呢 文字内容 就是要告诉这个堂框里面 要说什么东西是吧 好 然后这个border footer里面要放什么呢 放这个 比如说是一些按钮啊 比如说确定啊 取消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确定啊什么 取消什么是吧 然后什么ok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或者什么 我知道了 是不是这样东西啊 比如说这里来个什么 button是吧 button啊 比如说这个是拿一个什么 确定吧 确定 确定 然后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class等于什么呢 class等于什么 等于btn是吧 比如说btn 然后是什么呢 primary 是吧 primary 好 这是第一个按钮 是吧 再来一个按钮啊 再来一个按钮啊 再来一个按钮的话 比如说是这个是 是哪个default吧 啊 default ault 是吧 ault 好 这个的话就是拿一个取消啊 取消是吧 取消 好 好 好 这样一个模特化就做好了 是吧 做好了啊 好做好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这个效果的话 点一下它是吧 没效果吧 是吧 没效果啊 为什么没效果呢 因为它怎么样呢 这个按钮跟那个模特化还没有关联起来吧 根本就没有关联起来 是吧 好 那么如何让这个按钮 让这个按钮是吧 这个按钮是吧 和这个模特化进行关联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这样的啊 那么的话怎么关联呢 跟我们刚才那个菜单是一样的 它需要有一个什么 ID吧 它需要有一个ID啊 好比如说给它一个ID啊 ID等于比如说等于这个model model01吧 这样一个啊 好 model01啊 我这个分开 这是三层结构啊 好这个ID等于什么呢 model01 是吧 model01啊 然后的话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按钮的这个地方 要写什么呢 是吧 按钮这个地方要写什么啊 好这个按钮的话就是等于什么 这个data 还是要写data的属性是吧 写data属性啊 看一下啊 这个data属性应该怎么写啊 好 data的话就是什么呢 data的话就是等于什么 data toggle等于model是吧 data target 就等于这个吧 等于它吧 是这样的啊 这么写啊 好 那么就是 这里写啊 这里写这个 data toggle是吧 data target 是吧 data target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什么 等于这个 这个ID吧 是吧 对这个ID啊 好直接放在这里行不行啊 直接放在这里不行吧 记得一定要加警号啊 要不然就失效了啊 加警号 好 这个时候写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把它弹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是摩太框啊 好 好 这样子我点它是吧 点它 是不是弹出来了 弹出来了吧 是吧 好 弹出之后怎么样呢 我点一下旁边啊 它就消失的啊 好 比如说点一下它 我想点这个取消 然后让它消失 是吧 那消失可以怎么做呢 好 那么的话 这里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地方啊 假如说我想做这个 点这个 点这个什么的 让它消失是吧 那消失的话 可以怎么写呢 写一个什么 呃 这个 data data都是做效果的吧 都是做效果的啊 记得你如果写data属性的话 都是做JS特效的啊 是吧 那么它写什么呢 写一个什么 呃 data dismiss 啊 data dismiss 等于model啊 这里写这样一个东西啊 data 然后是杠 什么 diss miss 是吧 dissmiss这个章子 应该是解散的意思是吧 dissmiss啊 好 就等于什么呢 model吧 m o d a l 啊 model 好 这样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是吧 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刷新一下 在这 那么点这个什么呢 弹出模太框 是不是出来了 好点这个就取消了吧 取消啊 这样子是吧 把这取消了啊 好 那么这个模太框的话 那么它弹出来怎么样呢 它实际上还可以设置一个效果 设置什么效果呢 比如说点击它弹出是吧 然后的话 设置什么效果呢 就是 它可以设置一个 什么 就是fade的效果啊 fade的话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再加一个fade啊 fade啊 fade啊 加成一个fade 大家看一下它怎么效果啊 fade之后的话再刷新一下啊 比如说点 它是不是这样子呢 是吧 是吧 就是剑影的效果出来 是吧 按照剑影的效果出来了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模太框 好 这是关于模太框吧 是吧 模太框啊 好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模太框呢 还有什么东西啊 基本上的话都可以出来了 是吧 好 那么模太框的话 我们再来做一个吧 就模太框它本身有这个尺寸啊 尺寸的话我们也说一下啊 就尺寸的话 那么在这里是吧 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做的大的模太框是吧 这个是小的模太框是吧 如果不加的话就是一般的模太框吧 一般的模太框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可以来三个 是吧 来一个大中小 可以来三个吧 来三个啊 那么这个就好做了啊 那么这么做啊 比如说是这个 这是大的啊 这是 来三个啊 这个是第一个啊 然后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是吧 是吧 然后把ID改一下是吧 这个ID等于01 这个是02吧 02啊 好 这个是03是吧 03啊 好 03 然后的话我们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按钮给它复制两个吧 是吧 按钮复制两个吧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02吧 02啊 这个是03啊 然后的话这是什么呢 这是大的 是吧 大模太框啊 这是中等的啊 中等的模太框啊 好 这个是小的 小的模太框是吧 好 那么大的模太框怎么定义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啊 在这个地方定义一下啊 定义一下啊 定义一下这个大的模太框就是这个modelLG 是吧 modelLG的话就放在啊 放在这个什么呢 放在这个第二层里面记得啊 不是在第一层 在第二层里面 放在这个modelDialog里面 看见没有是吧 放在第二层里面啊 记得啊 好 这里有点问题是吧 好 那么怎么放呢 比如说这个是大模太框吗 那放在这个model model-LG 是不是这样的啊 -LG啊 好 那么这个 这个是大的是吧 中等的话就不加啊 小的话就加一个什么呢 model啊 model-什么呢 -SM 是不是这样的 是SM吧 model-SM啊 只有 那应该是只有三种尺寸是吧 三种尺寸啊 好 这个加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是吧 看一下效果啊 好 刷一下这个页面是吧 刷一下这个页面 然后这是弹出大的模太框吧 好 弹大的 是不是这么大啊 这么大啊 好 弹出中等的模太框点一下 是不是中等的啊 中等的啊 好 弹出小的模太框 然后怎么样 这么小啊 这样子了吧 啊 这是模太框 好 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好 上个模太框然后怎么弹 弹出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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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